《朝鮮王朝史錄》 一起閱讀《朝鮮王朝史錄》 單元十一 談軍朝鮮與機子朝鮮 大家好 我是江志恩 大家好 我是張元廷 這邊是《朝鮮王朝史錄》韓國的官方網站 請參考一下 我們先從上週我提出的問題思考開始 我說在當代社會各地區的文化當中 傳統跟現代性因素都有 有的時候有意無意的近代才出現的文化 被無認為傳統因素 相反的傳統文化也被無認為近代的 那麼在各位的周圍有沒有這種誤解 請舉個例子說明看看 好 我們先請教元廷助教 那關於這個問題 我想從咖啡廳這個文化也是一種例子 那像大家都會認為說咖啡廳是近代以來的一種習俗文化 但實際上在早期十六世紀的時候 爾圖曼圖爾奇帝國就有這個咖啡廳的存在 然後到歐洲後更是大放異彩這樣子 所以事實上這個是早就已經存在的一種東西 但是被我們認為說這是近代西方才興起的一種觀念 對 那我們這樣子的話 我們發現歷史解釋的問題 不只很巨大的 那種巨大規模的問題才是歷史解釋問題 我們常常發現在我們周邊的小事情 也屬於歷史解釋問題 好 請大家繼續思考看看 有什麼樣的我們常常發現的這種 無認為近代或者無認為傳統的這種問題 今天想要談中華認同的反省 就是20世紀初的韓國對朝鮮魯者強烈的中華認同 被視為原本跟民主國家概念互不相容的 但是我認為這些認識代表近世為近代銜接的斷裂 當時韓半島裡面的知識分子 在對抗帝國主義勢力的病突威脅下 他們要培養作為國家成員的人民 所應具備的國民精神 所以他們嚴厲批判朝鮮魯者 為繼承中國魯學傳統的強烈意識 遠遠遠超越朝鮮欣塑造的國族認同 而弱化民主向心力導致國家衰亡 所以到目前為止仍然眾口一聲的認定 朝鮮人因為過度募化 所以導致國族認同的脆弱 不過只有站在朝鮮魯者他們的角度 以設身處地的態度來思考 才可以清晰的了解他們 所以認同中華的意義所在 為了確認朝鮮魯者他們的中華認同 有什麼樣的關鍵 我們本週跟下週要看的是 朝鮮魯者對唐君跟姬子的說法 用於確認他們的思想當中 中華認同跟國家認同有沒有互相容的問題 如果以唐君為朝鮮民族的根源的話 一定會排斥姬子的存在嗎? 如果以姬子為朝鮮文化的根源的話 一定會排斥唐君的存在嗎? 那麼我們從唐君開始 唐君手話 有什麼樣的文獻裡面第一次出現呢? 《三國儀式》 《三國儀式》這本書的說明等一下再看 《三國儀式》是有關三國時代的儀式 但是三國這個時代結束之後才編輯 大家都知道吧 這邊提及姬子 然後也一起談這個唐君的事件 那邊寫什麼呢? 《三國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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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可能性有兩個 一個是本來有現在沒有留下來的 另外一個是本來沒有 只是他們藉由中國書籍的可信性 因為有可信性所以故意提到 但是本來沒有的 現在不知道哪一個是對的 所以這個朝鮮是我們現在談的朝鮮時代的 那個朝鮮跟這個朝鮮不同的 所以我們以前的朝鮮叫做古代的古朝鮮 然後這個談君神話這些作者的 他要給他根據 所以說他搖順的搖 中國的搖時代跟同一代的 他這麼主張 五季雲從前在天上有環陰這樣的神 其數子環雄數益天下安求人士 父之子義下士三為泰伯可以弘義人間 乃受天福應三個前往禮之 好這邊括號裡面的內容是我補充的 所以原本沒有 原文裡面沒有這個字 我在這裡為了讓大家容易了解 所以加進去了 好那這邊當中有沒有什麼不太清楚的部分 應該都了解 好那繼續 熊帥徒三千 將於泰伯山頂 神潭樹下 慰之神士 四位環雄天皇也 將風伯 與師 雲師 和祖虎 祖命 祖病 祖行 祖善惡 繁祖人間三百六十於事 在世靈化 所以這邊祂在天上帶很多神 好像人的那種一團團隊來下來 然後祂統治這個國家 所以下一個 去有比較感興趣的 我們可以感興趣的一些故事 當時 時有一熊一虎 同穴而居 常起於神熊 願化為人 時 神怡靈愛一柱 算二十美約 耳背時之 不見日光百日 戀得人形 是一隻熊一隻老虎 他們向環熊 請求 想要從衛人 所以本來環熊給他們的約好的日期就是一百天 一百天你們不要出去 在那裡吃這些艾草跟大蒜的話 你們可以 但是中間有誰成功誰沒有成功呢 熊古得二十隻 祭三七日 熊得女生 古不能祭 而不得人生 對 所以熊是成功的 勞如他中間放棄了 但是事先 這個約的是一百天 三七日是幾天 二十一天 二十一天就變成女生的 然後 那個熊成為女人疑惑 他又什麼樣的意願 熊女者無語為婚 顧美於檀樹下住院有孕 熊乃化身為人而婚之孕生子 嗯 他想要懷孕 終於懷孕了 然後生孩子 生孩子的就是誰 奧曰 彈君王儉 是 就是彈君是這樣出生的 彈君的母親 之前是熊的化為人的 然後另外他的父親是很熊 就是從天上下來的 然後呢 那時代要給他根據的時候 怎麼說呢 以姚帝即位五十年更隱 都平壤城史稱朝鮮 又移都於白月山阿斯達 御國一千五百年 周王即位即卯 風姬子於朝鮮 彈君乃宜於長堂金 後來回隱於阿斯達為三神 受一千九百八十歲 嗯 所以後來是 因為他本來在朝鮮 他統治這個國家 但是後來發生什麼事呢 中文王即位以後 奉機子讓他去朝鮮 那這樣的時候彈君跟妻子打仗 這樣怎麼開戰了嗎 沒有 彈君讓給他 然後自己移到別的地方 然後後來成為三神 但是他壽命非常長久的 他一千九百八歲 記載朝鮮的這個彈君手話的第一本書 就是三國儀式 三國儀式是高歷時代的生理依然所編編的 三國儀式大家都知道吧 不是三國時代編的 三國時代結束之後編的 這三國儀式跟三國是實際不同的 三國儀式是包含很多神力的民間傳說的書 然後他的編輯的編幕也跟三國時代不一樣 大概王儀、記憶、刑法 就是我們看這個不是正式的那種計算體 正式的架構吧 所以那三國儀式這個很多九篇的編幕當中 彈君手話大概編在哪邊 如果編在王儀的話 這個作者認為彈君手話是有關王家的故事 如果編在別的地方的話 應該代表他的想法不是這樣子的 所以編在記憶 所以我們知道這個作者不認為三國 那另外三國時紀就是記憶體的正式 所以他的架構跟三國儀式不一樣 可能先有本紀 本紀就是辛羅、高高麗、白紀 這個三國時代的國家的本紀 然後一定要有年表、雜誌、列傳也有 這樣子三國史紀是韓半島第一本 第一早的史書 所以這兩本書的性質不一樣 一是就是有事情的事 三國史紀的史是歷史的史 那麼朝鮮時代的對彈君的認同 大概有什麼樣的呢 我們在這裡可以介紹一個故事 人從惡亂 1592年發生的人從惡亂 就是日本侵略朝鮮的那個戰爭 人從惡亂的時候 有些朝鮮人被綁架到日本 然後他們在那裡蓋一個神社 然後我們現在也留下來的 他們蓋的那個神社裡面 發現有什麼樣的呢 感興趣的同學可以去這邊 路爾島那邊的官方網站 裡面介紹的玉山神社的圖片 因為有版權的關係 這邊沒辦法給他們看圖片 但是我們在這裡引用那邊的內容 好,那袁廷同學你進去過這個網站 那邊的說明是這樣子的 有什麼樣的說明呢 他的說明就是 當時被綁架到日本的朝鮮人 就是古人都會登高望遠來思念 都會故鄉 有一天晚上的時候 他們就發現天有異象 有一個火球降落在那個附近 然後每天晚上降落火球的石頭 都會發出這種奇怪的光芒 所以村民就很害怕去找這個巫師 來問是什麼原因 那巫師則是說 朝鮮宗廟的這個神 也就是壇君 為了保護村民 所以特地過來這樣子 所以後來村民就把這個 祭祀壇君的神社 就稱為玉山公或高麗神 所以我們在這裡能夠確認 朝鮮時代 這個是十六世紀 十七世紀的 朝鮮的一般人民 認同壇君這個祖先 所以目前也留下來 那邊的紀錄 朝鮮時代 剛剛確認這樣有對壇君的認同 但是紀錄的認同又如何呢 剛剛我們看的是一般人民 民眾的彈君認同 那這邊我們也可以確認 紀錄的認同 那朝鮮時代的儒者 我們先在這裡做摘要的話 朝鮮人說 朝鮮人原本屬於東壹 東邊的遺地 後來成為能夠繼承中華的 那種文化主體 他們以向以擁有 優良的中華文化自豪 所以這個就是現在也很多人聽過 朝鮮時代的小中華認同這樣子 那一開始這個文化核心是什麼呢 是有姬子在朝鮮以後 教化朝鮮人民的這種說法 那我們今天在哪裡發現姬子的故事呢 我們在儒义裡面發現 孔子說 英朝有三人 其中一個就是姬子 那儒乃裡面的姬子 那個紀錄是什麼樣的 為子去之 姬子為之奴 彼肝見而死 孔子曰 應有三人焉 所以我們只看這個經文的時候 好像不太清楚 但是四個人出現 一個是為之 第二姬子 然後彼肝 然後孔子對他們講什麼呢 他們都是三人 所以我們看看 盧米的註解 我在這裡選擇的是宋朝的 朱熙寫的盧米幾註 我為什麼特別選 朱熙寫的呢 因為朝鮮時代 朱熙寫成為朝鮮的觀光學問 然後不只學問 他們用有關朱熙寫的書籍 來決定國家的很多形式 所以我們如果在朝鮮時代 就是要發現 朝鮮時代有什麼樣的想法的時候 我們可以參考宋朝 這個朱熙寫的 或者宋代的一些書籍來判斷 那盧米幾註裡面有什麼樣的說明呢 為子是什麼樣的人呢 為子奏的術修 然後妻子跟筆桿呢 奏諸父 諸父他的術修 為子見奏無道 去之以存宗室 所以去是什麼樣的 離開了 離開 他離開 為什麼呢 要保存宗室 然後妻子跟筆桿有不同選擇 他們是提出漸言嘛 然後最後呢筆桿的最後 奏殺筆桿 筆桿殺掉了 然後呢 求妻子以為奴 妻子因陽光而受入 所以筆桿是被抓起來了 後來周五王出現以後 筆桿的選有另外一個選擇 那麼筆桿最後選什麼樣的呢 根據文獻來看有兩種說法 有不同說法 一種是 姬子不會成為周朝的臣下 為什麼他不願意 因為周五王把這個商朝給推翻了 所以他就代理遺老出走 朝鮮這樣子 那另外一種說法則是 周五王把姬子射封在朝鮮這個位置 所以他去了 對 所以兩個雖然過程不一樣 但是姬子到那個韓半島 是兩個都一樣的說法 那麼朝鮮往下《史論》裡面的 姬子跟唐君的記載有什麼樣的呢 朝鮮的太祖李宗慧 他一開始主動請求明朝 決定朝鮮的國號 這是因為朝鮮開創的時候 他想要獲得這個新王朝的正當性 所以故意請求明朝決定的方式來決定 朝鮮的國號 以後他朝鮮王瞳 包括他的朝鮮王庭 他們雖然不斷的提出機制 但是一起涉及到唐君 所以他們姬子跟唐君的 就是強調的內容是不同 姬子是什麼樣的 使心教化之君 對然後唐君呢 東方使壽命之主 所以他們好像姬子跟唐君同時認定 是教化方面要有姬子 但是要壽命 這應該是天命嘛 壽命的就是唐君 所以這個韓半島的人必須要自己的國家 這個我所謂的國家不是我們近代以後的那種 主權有主權的民族主權的國家 但是他們一個族群嘛 他們先要壽命 也要有教化 所以這樣兩個都要有成為比較完整的 太祖他怎麼認為的呢 唐君是 國家的起源 喔 姬子呢 文化的根源 所以他們常常怎麼講呢 姬子受風朝鮮 史基風化 前朝始祖 前朝是哪一個國家 高麗 然後呢 高麗朝的時候 之前三國時代有分裂的狀態 但是也有統一辛諾的時代 但是他們在那邊聲略統合三海 然後具有一個貢獻 他們對東邊的名字是誰 這是朝鮮 對朝鮮有貢獻 所以他們怎麼做呢 一致祭天 以食致事 所以因為有這樣子的貢獻 所以一起祭拜 給他們田地 然後要按時祭拜的 就是太中時代有很多 我只在這裡只提兩個 但是除了這兩條之外也有很多記載 太中時代也看一下 有一政府他們談國史的時候說什麼 古東方韓軍機子 距歷年一千 所以這種文化認同跟國主認同 兩個都提到的 有人如果去平壤 因為平壤是古朝鮮的首度 所以有人去平壤認知的話 常常建立在這裡建立 雞子的宋德十倍 然後他這裡的說法也可以參考 古東方禮樂文物 模擬中國者已有機子之風 因為東方就是朝鮮嘛 如果日本的傳統時代有說 東方的話可能指的日本 他們之身的可能性比較大 朝鮮也一樣 是這樣子 他們因為受機子的教化 所以現在可以模擬中國的水準 所以他們因為有機子的教化 所以成為跟當時的世界秩序中心 文化水平智商的中國可以輪比 有這樣子的想法 太中12年也有什麼樣的記載呢 雞子之際以載四點 春秋之際以昭崇德之意 且唐君十無東方始祖 以於雞子立四一廟 所以朝鮮時代一開始的朝鮮初期 他們祭拜雞子的時候也一起祭拜唐君 所以兩個沒有互相排斥 互不相容的那種存在 那麼朝鮮時代結束了 近代初期的時候 在韓半島那邊的知識分子 對唐君神話的反思好像有一些不同 先要看森蔡浩先生 他是韓半島那邊非常有困難的時候生存的人 所以他在殖民時代曾經進行韓國古代史研究 尤其是他集中在唐君朝鮮 然後高科里的北方領土的研究 從這個時候以來 這個北方古代史的研究 幾乎都從民族主義的觀點來嘗試 但是朝鮮時代的想法不曉得跟他們一模一樣 他們對他們來講 18世紀朝鮮爐者 他們對這個北方古代史的關心 陡然俱正的就是朝鮮民族主義的顯現 他們這樣可以解釋 所以朝鮮人他們對北方領土的看法 好像近代以後的知識分子的看法 跟他們不一樣 他們認為作為中華繼承者的朝鮮人 所應該恢復的土地 所以我們看這兩種說法 好像有些衝突或者不同的概念 但是一個人這樣主張的 那一個人是誰呢 朝鮮時代的 非常徹頭徹尾的 諸子學者的松石烈 他一邊對姬子主張什麼呢 姬子東來以洪泛之道翻覆八條之教 則一變為夏 吾為東周 所以他說因為有姬子的教化 所以朝鮮移底的身份 變成化為華夏的 所以可以說跟東周一樣的華夏的主曲 一邊他強調高高麗的很強硬的軍力 有什麼樣的說法呢 高高麗以我國三分之一 垂卻隨唐百萬之眾 且以唐太宗之英雄混於安室 所以高高麗的強硬的軍事力 打贏了中國的軍隊 但是他有這樣的字號 也不一定排斥 機制中國人來教化朝鮮的事實 所以對他們來講 這個機制中國 繼承中國的 然後打贏中國的沒有衝突 所以我們在這裡發現 朝鮮時代的人跟韓國 殖民時代的知識分子的說法 想法有些不同 所以近代以後的韓國人 他們對十八世紀的朝鮮儒學者主張 恢復高高麗等北方領土的意識 他們從這種說法當中 挖掘出韓國民主獨立的精神 但是朝鮮時代的儒者 他們沒有以民主主義的觀點 來談論高高麗領土的問題 我剛剛介紹 到松石烈的文章裡面 他提到安市城的戰鬥 安市城的戰鬥是高高麗 因結唐太總的軍隊打贏了 所以我在這裡提供參考 大家看一下 他們的戰鬥地點 是在安市城 建安的附近 所以以前的高高麗的領土 是這麼大 請參考 最後我提出一個思考問題 我們今天看了韓半島那邊的神話 叫做譚君神話 他跟姬子的故事好像在一起的時候 發現譚君是國主認同 即使是文化認同這樣子的 可能可以這樣分類 既然我們看了韓半島的神話 再思考看看 我們生活的土地 不管你在哪裡生活 你在你生活的土地 有什麼樣的神話流傳 然後我們在該神話中 得到什麼樣的想法 我們剛剛看的朝鮮的 譚君神話 他本來同自韓半島那邊的人 領導 但是從中國過來的姬子 他到這個地點的時候 他讓給姬子 然後自己也離開了 所以我們在這裡發現 這個好像有點特別 有的神話應該如果移民族 到你統治的那個土地的時候 也可以開戰 戰爭的方式來確定你在這個土地的認同 在我們發現其他的神話當中 跟朝鮮的這個神話有什麼樣的不同 我們找找看 思考一下 好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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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師傅